愛人情不過是一個不同的玩具 沒什麼不要吹心 那一年 人姐讓我給她的講述 一些事件 她很興奮地跟我說 我開口就要唱歌 哇 看她這麼有自信 我很期待跟她唱到一來唱歌 因為她唱到一來 我告訴她 為了廣大會有神秘同學 我還是不要唱歌 她馬上說 那不然我放音樂跳舞好了 看她那麼自信 我說不然跳一段來看唱稿 但她跳舞之後 我告訴她 為了廣大會有生命安全 你還是唱歌好了 到了董決賽上的舞台 果然她又唱又跳 這就是可理解 她認為好玩的事情一定會去試試看 沒有人可以阻止她 除了永遠挑戰 北冰界 還很願意鼓勵新任 那一年我第一次拍搭台語比賽 一頂完 她跑過來拍拍我的肩膀 跟我說 妳講的都是太精彩了 我就疑惑了 她說 妳怎麼懂哪語喔 我都不懂啊 可是我看旁邊的臉笑 妳不是整得很好 當下我除了窩心之外 就覺得充滿滿滿的感動 第一座獎盃 當時的頒獎人比我還要激動 他興奮的會要跳起來 緊握著我的手 跟我說 妳要一直待在舞台上 那一天發完獎之後 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下台 會不會我還瞭解 她的意思是 我要持續參加演唱會 這個就是可云姐 她看到美好的人事物 就會開心的像孩子一樣 然後用只有她自己懂的邏輯來說話 今天我們一同在這裡 感謝著可云姐 代理我們她的等神 也感謝可云姐 代理我們總統的美好 謝謝妳 可云姐 現在 外也沒有人會阻止妳唱歌跳舞 再見